我們來看一下113頁的第三席 三民國小男女同學學生的人數比是7比5 那麼全校有220個人是女生 那男生有多少人呢 我們把這個比寫下來 男7女5 男多少不知道女220 好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比較 5和220是差了44倍 所以我只要把7乘上44倍 就會得到男生的人數 一樣的道理 我們想要寫成比值 女生5男生7 女生220男生多少不知道 差44倍一樣把它寫出來 7乘44等於308 好 同樣的道理 如果說我們使用的是 內向乘內向外向乘外向的交叉乘法 我們可以得出5乘框框 等於7乘220 一樣約分約下來 它一樣是44 所以男生的人數 一樣會是308 這題的答案還是一樣求出來 好 求出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課本的答案 也應該是308人 男生有308人 好 不管你用方法一 方法二 還是交叉乘法的方法三 你求出來的答案都應該要一樣 好 數學有一個基本的原則 就是邏輯相同 做法不同 答案一定也會相同 只要你的邏輯沒有瑕疵 它應該都會對 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 就是這個道理